淑妍 淑妍 美姑娘 让她玩好 我跟她说好了 今天不上课 让她好好的玩一天 难得你今天也有空啊 也该回去了 也许老奶奶电视的 那你跟淑妍先回去 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坐一会儿 天快黑了 月黑了 天黑了 我才不会在水里面 看到自己的道理 每次看到我这张 就是我不能够忘记很多事情 不能够忘记很多事情 不会很苦吗 难道你就忽悠 很多事情想忘记吗 比方说 这些年你学习的新闻 艾玛受气的委屈 这些事情难道你愿意记住吗 再苦 也得等我把干爹的债还了 为了撑起班子 我文武都要来 每天天不亮 就在田里掉嗓子 大热天中午 背上扎了好几斤重的旗子 来回地在晒骨长跑 总算我的用功没有白费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孩 我爹临终前 我欠人家的 却是一笔没有办法偿还的债 你是个有学问的人 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你呢 我爹生前就很遗憾 我没有机会多念书 有时候我真羡慕熟悉 不 你错了 你到董家来 是为了还债 而我到这儿 是为了董赛 美姑娘 我 我从来就不敢 董赛 董赛 你看 我抓到小鸟了 你看你怎么弄了一身尸呢 是掉到水里面去了 老师 你看 我抓到小鸟了 把他放了 我 不是 你答应 送 送给你的鸟笼 骗我把他拐起来的 你要想把一只鸟 放在鸟笼子里 迟早都会死 除非你想要一只死鸟 否则你不要把他 关在笼子里 叔 妈妈 咋 你回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